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下面继续学习 《入行论》当中 现在讲的对之难做的 四种方法里面 就是讲《希求力》 《希求力》当中今天讲 光束特殊之果 业力的特殊之果 其中宣讲善业特殊之果 和罪业的特殊之果 另外为什么叫善恶业的 这种特殊果呢 一般的善业和恶业 不可能转生到清净的刹土 或者说地狱当中去的 所以我们比较强烈的 就像《清恶书》和《大圆满信息修习》 里面所讲的那样 就是极为强烈的 广大的善业和恶业 分别转生到清净的刹土和地狱 所以在这里 用特殊之果 在颂词当中 颂词里面是这样说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往昔当中 造了行持善业的人 尤其是善业里面 比如说 《弥陀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往生极乐世界的 极其强烈的意乐性 或者说在其他的经典里面 所讲的那样 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缘 具足这四种因缘 以及造了极为广大 殊胜的善业 那么以这样的善业 让我们立即或者是死了以后 可以转生到极乐世界为主的 一些清净刹土当中去 那么那个时候的 这种降生跟我们世间的产生 还是有很大差别 众多的讲义里面通过四个方面 比如说 身处的殊胜 饮食的殊胜 然后身体的殊胜 和死后的殊胜 总共有四个方面来 与人间的降生 完全是不相同的 那么首先我们了解 他的身处怎么样殊胜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世间的一个人 降生在人间的时候 大家也是应该清楚的 有关《前行》等论典里面都讲了 众生 尤其是我们胎生 胎生在母胎当中 有丑恶 狭窄 以及母亲的饮食不良的时候 导致在胎里感受 各种各样的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 往生到清净刹土的时候 一般来讲 清净刹土都是化身的 那么所谓的化身 在死身当中是最殊胜的 《极乐愿运大书》当中 也是讲了 因为化身对自己的父母也好 自己没有痛苦 尤其是化身里面 在莲花当中的降生更为殊胜 不像太身一样 有漫长的痛苦等等 所以我们的信念因缘 已经积聚的时候 来世必定会转生到 这样的清净刹土去 那么清净刹土的时候 生在莲花宝里面 清净 无有任何个人的 这样的莲花藏当中 莲花的化热当中出现 而且那种景象也是妙相 芬芳极为清净 清凉在这样的殊胜处 是降生 降生的这种方法 远远超过我们世间的 各种产生方法 那么降生之后的生活 也是远远超过我们 我们知道世间这些人的生活 一般是依靠有漏的这些事物 然后这些事物 进到肚子里面之后 通过他们的一些小化 我们生存 但现在如果你转生到 这样的清净刹土 那么经常听闻 阿弥陀佛为主的一些诸佛菩萨的 大乘甘露妙法 依靠这样的大乘甘露妙法 让自己的身心 获得仁慈 获得圆满 所以在生活当中也是 依靠禅定的美食 或者说 依靠佛陀教言的甘露 而滋长身心 根本没有世间的 饮食缺乏 或者饮食营养不足等等 这种痛苦丝毫也是没有 就像《无量寿经》 里面也讲了 极乐世界一般 世间痛苦的名称 这样的名称 在极乐世界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转生到这样的时候 生活的快乐 也是远远超过 我们现在世间的生活 当你转生到那里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自己的身体 人有生脑死病 我昨前天所讲的那样 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体 但有生病 或者是水疗 还有各种痛苦缠绕着 而往生到清净刹土的身体 完全都是依靠 十方诸佛菩萨的心间 发出光芒 发出光芒的刹那间 你这种清净无垢的莲花 自然开启 而自然开启的时候 所有的身体全部都圆满 不像我们世间的人一样 一岁到十岁 然后从小的时候读书 逐渐逐渐地成长 然后成长完了以后 马上就睡了 所以很多人痛苦 那没有这样的状况 当你的身体在莲花宝当中 出现的时候 所有身体的胜利 全部都刹了圆满 所以当你现前的时候 这种身体也是 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和力量 完全都圆满 相好庄严 所以这种身体 我们世间任何众生的身体 也无法相比较 然后降生之后 我们世间当中 比如说依靠一些善知识 依靠一些其他的老师 学知识 当然也有许许多多的 一些困难和痛苦 那么到了清净刹土 以自己的发愿力 和诸佛菩萨的智慧加持力 诸佛菩萨随时 都是在你面前显现 然后宣说圣光法门 那么以这种法系充满 度化无量的众生 随时可以显现出 无量无边的化身 而利益无数的众生 所以这样的情境 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事业和 任何一种度化众生的方式比不上 所以说 我们从内心当中 也应该这样想 一切的这些清净刹土 实际上就是我们众生的信念 众生的发愿力 形成的 就像《狼言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如众生信 以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意思就是说 我们依靠众生的信念颂 或者忆念佛陀 那么所谓的佛陀 必定会能显现的 也就是说 所谓的解脱和迷惑 只不过是开悟和不开悟而已 当我们遇到了殊胜对境 然后生起了极为强烈的 希求心和意乐心的时候 那么所谓获得的成就和解脱 也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一如反掌 因此我们在座的这些道友 都应该反反复复地思维 也因果的甚深奥秘 同时自己也是应该 尽心尽力的善 行持善法 当然现在我们的如愿和 分别念 虽然看不到 清净刹土的这些景象 但是这样的景象 应该说是我们的来世当中可以出现的 就像独幼儿园的学生 老师再三地给他们讲 你好好地读书 将来你成正为社会做一些事业 那个时候一般的一些小孩 当时的思想没有成熟 他不一定知道的 但将来他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会发现 哦 原来老师所说的话 确实是无期的 没有任何许言的 那个时候会感到 但那个时候有些孩子 我们读书的时候 有些孩子没有听话 可能他不但是得不到 满意的这种工作 反而可能犯罪 如愿的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依靠一些 高僧大德和善知识们的教言 如果一交奉行 将来自己也是离开这样的轮回 而获得解脱 这种机会也是有的 因为我们行持善法 而往生清净刹土的事情 并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 圣化故事 是完全是经得起 任何教理的考证 而在历史上真正出现的 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撒加派的斯朗赊摩 乔美仁波切 许许多多的这些高僧大德 也是依靠自己的经济里面 尽进这个力 往生极乐世界 在汉传佛教当中 净土宗的慧远大师为主的 无数的这些高僧大德 和浅浅佛教徒 都是依靠自己的心里 就像救银一样 翱向蓝天 前往清净刹土 而离开了整个轮回 最后随即实现 度化无量的众生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说有这种因缘 但是这个因缘 看掌握在我们现在的 难得的 几十年的人生当中 所以有些人掌握和把握 自己的人生 然后紧紧修持 最后获得非常满意的成果 有些人遇到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 自己没有运用起来 最后堕入恶趣当中 所以说这些道理 我们作为凡夫人 有时候可能也有 各种麻木不仁的现象 有时候自己好像对尤其是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道理 生不起真正的信心 即使生起 越来越好像成为 法有子的这种感觉 但这些全部 我们详细思维因果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成就 我在杭州的时候 有一位居士当时问我 现在他越来越学 好像什么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道理 听过听过 这样的话 越来越有种麻木的感觉 现在好像学佛没有进步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我当时的回答 我说不是很多人是这样的 有个别人可能有这种现象的 但是很多的从历史上看 也是我们的传承上师们 我们身边的一些道友 越学越有劲儿 越学越精进 为什么呢 因为越认识到我们轮回的状况 然后一切佛法的 甚深意义的时候 就觉得在整个世界上 真的是唯一的正确的学问 就是这个佛法 佛陀所说的那样 我们去执行 去世间的话 真的对自己的今生来世 有无量的利益 所以说在我们发现的 这些身边的人 或者我们的经营当中的 这些上师们非常精进 越学越 尤其是他们在万年的时候 七八十岁的时候 有那么样的精勤努力 那其他人更不用说 当然外面的有些人 包括在清净寺院里面 有个别的人的烦恼现前 自己可能个人越学 越有一种退市的感觉 这是可能偶尔的显现 因为受着一些环境 受着一些教育 一切恶有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在世间当中 还是毕竟会受一些恶人的影响 然后自己的修学 觉得是没有什么进步的 这种感觉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 我们学习佛法 真的对每个人来讲利益是非常大的 虽然我个人来讲 来世的往生其间刹土 这样的这种把握都是没有的 但是确确实实是 学了佛法以后 对面对生活和寄生当中的这种快乐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知识的海洋当中 根本得不到这种妙药 因为现在我们也自己知道 跟自己童年的 跟自己同行的很多人 现在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岗位上 就是痛苦的不得了 但我们虽然没有 像以前的禅宗和大圆满的 高僧大德的那样境界 每一时刻处于一种法乐和欢乐 或者以法界的幽误当中 虽然没有这样的境界 但是不管是在生活当中出现什么痛苦也好 或者亲朋好友的不顺 各种社会当中发生的事情 也没有那么特别强烈 就像现在世间 个别人一样强烈的痛苦 基本上是面对自己的生活 对诸佛菩萨的信心 越来越增长 对他们的恭敬心 是越来越增长 这一点像我这样的 这种低烈的邪徒的相续当中 也是经常产生 我想我们这里更多的佛友 非常的精进 在他们的境界当中 应该超越我们的轮回 透过我们这种生死的 许许多多的境界 肯定会出现的 所以说大家也应该 从内心当中想 行持善法是今生来世的 一切快乐之一 《毗奈耶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造善业 行持善法 即生和来世 一切快乐之根本 所以我们首先自己应该想 啊 清净刹土可能是一种说法而已 堕入地狱也是一种说法 这就是我们自己 相当愚痴的一种心态 必须要通过各种方法来 对这种不良心的状况 从而这样自己应该 在行持善法方面尽情努力 下面讲罪业的特殊果报 就是罪业的特殊果报 他这里就是说 很多的众生于即生当中 造的恶业 与前面恰恰相反 那么造了 比如说杀生 造无为奸罪 诽谤等等 造了极其严重的 上品罪业 因为一般的种品和下品 人死了以后堕入到旁生当中 恶鬼当中去的 但是这个是极其严重的弥天大罪 依靠这样的罪业 我们的众生死完了以后 会出现一些 地狱的状况 地狱的景象 当然所谓的地狱 虽然是一种自信的妙用 一种显现 但是业力僧众的众生面前 确确实实也会出现 当所谓的地狱现前的时候 那么地狱里面的很多烟禄月族 也是面目真理 身心恐怖 当他们受持住 各种地狱的冰气 燃烧的冰气 当然这里以热地狱的 状况来进行描述的 那么这些烟禄月族 将把你的身体的皮肤剥开 然后让众生感受无量的痛苦 而用燃烧的火 用慈燃的火开始融化 就是铜液或者钢液 钢铁 那么交灌在你这样的身体上面 因为皮肤都已经刮完了 剥完了 然后在这个身体上面 燃烧的铁水倒在上面 灌在体无万户的身体上面 极其的难忍痛苦 然后极其次然的 毛 剑 各种各样的刀 并且开始砍断你的身体 刺穿你的身体 将你的身体全部变成 一块一块的 入水白白变成 一块一块的切下来 那么这些片刻 全部纷纷地掉落在燃烧的铁地上 我们平时也应该想一下 比如说一个人的身体 首先是把他的皮肤 全部剥下来 然后用燃烧的铁水 倒在没有皮肤的泥乳上面 然后用刀子 用其他的武器 一个一个地割下来 大家都觉得是怎么样的 感觉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一个人 受了这样的心法 可能整个世间上认为 这是非常的残忍 全世界的新闻当中 也会可能爆炸性的爆打 那么地狱众生是不是这样呢 对的确确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这样的心法 只不过是人们特别的愚痴 自己以无名愚痴的障碍 一直盖着自己的灰烟 所以见不到自己来世的果报 所以造各种各样的罪业 如果我们真正相信 这样的地狱 现在世间上面的人 绝对不敢造业 杀害众生的话 那再怎么样也是 不敢杀众生的 但是人们因为 对相信因果的很多道理 并没有深入人心 这样以后 不要说世间当中 即使一些佛教徒 有时候也是愿意杀生 愿意 比如说杀分子 或者你到餐厅里面去 马上要点火的一些这些 就是说明你对因果 一点都还没有生起信心 我们世间当中 如果一个人真的 你要受这种惩罚 你要做这个坏事 谁都不敢做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内心当中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正念 那不会造恶业的 在《学集论》当中 广泛的描述了 始终不善业 导致的最后感受地狱 当无量痛苦的景象 所以我们也随时 应该想一想世间的一些痛苦 以前我们那个地方 有一个当时古代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部落的官员 长官的话 他的儿子受到了 别人的禅杀 当时听说也是首先把他的 从嘴皮开始把整个皮肤 一边剥下来 一边做成绳索 然后把他的整个 包括心脏这一带的所有身体的皮肤 全部都拐完了 但是那个人还不是 然后在那个身体上面 慢慢切一块一块的肉 他们一边跟他进行算账 你是如何如何的 好几个人是这样 很残忍地杀了一个人 但当时这种情况发生 虽然已经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但是人们提起了 整个当时的情景的时候 大家都会毛骨悚然 可是我们经常 听到地狱的描述的一些文字 也看见过 但是好像我们心里面 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 说明我们对因果的这种概念 还没有真正的了知 有些人甚至 听到地狱的一些数量 痛苦 这些也不一定 觉得不可能存在吧 如果心里面真的产生这样 那么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邪见 《极乐愿运大师》当中也说了 听到了地狱的数量 还有痛苦等等 听到以后觉得 这只不过是说法而已 不一定存在这样的景象 那么这种罪也是相当可怕的 比造无间罪还严重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的相续当中 可能会有这种邪见 听说地狱是很可怕的 但地狱真的会有这样吗 包括一些佛教徒当中 有没有这样 如果真的有 那自己应该值得忏悔 这个罪业非常严重 其实这个是用教证和理证 从各方面来应该了解的 世间上的一些高僧大德 还有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在今生和来世当中 感受地狱痛苦的现象 也是相当多的 比如说在汉地张太炎 一般名鬼吧 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人 他是国学大师 应该说是非常出名的 但后来他在晚上的时候 经常受到两个鬼 他到东于大地那里 处理案件 在那个时候整个地狱的 有些现象描述得也是非常细致 所以当时很多地狱里面的 比如说炮罗这些 当时张太炎要求废除 但后来他亲自到那里现场去的时候 有很多没有看见的 因此他也是从中了解到 虽然这个地狱的现象 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但是这也是 以自己造恶业的心的一种现象 像这些道理应该在文字上 也显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想很多人自己觉得 到底是存不存在 到底有没有 这种邪念一定要对峙 应该从内心当中要想起来 我现在造恶业 一定会堕入地狱 那堕地狱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种恐怖的现象 不要说我们亲自去感受 真的听到以后 也会非常害怕的 现在很多寺院当中 也有很多地狱的造型 还有一些壁画 那么这些通过 《毗奈耶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要求僧众的门口上 写轮回论 其中也是大量地 要阐述一些地狱的清净 我们自己也经常观想 我们在那个寺院当中 以前有个老修行人 他每当讲到地狱的时候 开始痛苦流涕 一直讲不下去了 一方面害怕积极将来堕地狱 另一方面 现在在这个时候有无量的众生 正在感受地狱的痛苦 多么可怜呢 然后一边伤心 一边哭着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 因为现在世间的袭击太严重了 这样以后 好多相信因果的定解 还不足够 所以我们很多人千万不要 自己认为自己学得很好 自己学得空性间接很高 或者说自己已经获得了大成就者 现在根本不会堕入地狱 那这种邪见极其可怕 连基本的生世轮回的 业因果的正见也没有的话 真正的获得解脱 根本没办法说的 所以大家 你见解再怎么样 像虚空那样高的话 那么取舍因果 像细分那样进行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行持善法 应该深深地了解到 自己造的罪 自己会感受的 那么下面是讲的舍义 所以这以上 造善业的果报和造恶业的果报 整个因果不虚 生世轮回当中的因果道理 广泛地叙述了 叙述完了之后 让我们一定要对善法 有一种希求心 当然前面所讲的 善法希求心的根本来源 就是对我们因果要信任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表面上看起来 这是很简单的 但实际上真的我们内心当中 生起这样的定解 并不是很容易的 很多人 很多修行人 包括有些出家人当中 真正有这样正见的人 恐怕不是很多 说起来的时候 都是比较简单的 但做起来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们应该 从内心当中要生起来 真正的因果是不虚存在的 我的来世 随着自己的业力而转的 就像本身转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我们的这种生世 也随着善业和恶业而转的 随着善业和恶业而转的 因此就勤勉想起一切办法 断除自己的 一切胜口业的不善业 那么在修起善法的时候 这种强烈的希求心 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自己 有了善法方面的信心 每一个人应该会 生起这种希求心 以前古代也是对求佛法方面 有这样的精进心 以前有一个穷人 夫妻两个人非常的穷 但是他们非常想供养三宝 造一点福德 但后来实在是 因为他们太穷了 经济状况 不允许 后来他们商量 买自己的身体 供养三宝 后来买自己的身体 获得一些钱以后 供养僧众 在七天当中准备供僧 然后他们两个 众生当中做别人的仆人 然后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当地的国王要共胜 那个时候寺院的主持 说是别人已经订完了 还有一天的时间 但后来国王就心里不高兴 谁给我这样象征 那么他要求叫这两个穷人 喊到国王面前 然后当时国王问他的时候 这两位这样说的 因为我们前世非常吝啬 没有积累福报的机会 今生变成 如是贫穷 那么我们现在买身 准备供养僧众 现在最后的一天 从此之后我们一生当中也没有自由 只有成了众人 众生都是成为别人的仆人 请国王慈悲宽恕 最后国王听到他之后 非常的感动 赞叹 然后国王和王妃给他们 也是赐予了很多的义务 银螺 宝物等等 而且也给了一些徒弟 通过这样的因缘 最后他们也是变成富豪 所以我们有时候 真的在这样想 每个人都看看 自己的希求心 如果有了希求心 有些人说说 我现在工作特别忙 实在是没办法的 其实你工作再忙也是 从中学佛的时间可以出来 就像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 还是比较精进的 早上基本上三四点钟都起来 那这样的话 世间当中的工作也可以 只要有这种希求心 我想很多人 你早上三点钟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吧 我也是现在早上三点钟起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几年当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座的很多 我起来的时候 看见很多灯也亮着的 所以我想世间当中的很多人 唯一的借口是什么呢 就是说 啊 我现在太忙了 实在是没办法的 但如果白天太忙 晚上你三点钟起来 一直到六点钟 这个之前精进学佛 禅禅 看书 修菩提心 那应该是有这个时间的 关键是我们没有希求心 对善法的希求心 知道学习佛法和 行持善法的功德和价值 那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空出一部分的精力和时间 来用在佛法方面的 那么这样的行求心 和刚才所讲的恭敬心 这个恭敬心对佛法来讲 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银光大师所说的一样 一份恭敬心 就是在消除一份罪业 增长一份佛智 佛慧 那么同样的 以前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阿底峡尊子 当时有一位弟子 就是直接称呼他的名字 然后阿底峡尊子说 这个坏弟子 你恭敬一点 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佛法 就是说 依靠恭敬心而得到的 有些人对自己的上师 对自己的佛法 毫无恭敬之情 这样的话 他的相续当中 获得的加持和利益 也不一定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一种俗话叫做 谁具恭敬心 别人得法利 任何一个人 只要有恭敬心 从中获得了法的 不可思议利益 所以我们平时 对善法和恶法 大家也应该有一种 坚定的心念 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造善业 获得广大的善果 就像圆满庄稼一样 造恶业获得广大的痛苦 就像服了毒药一样 这是佛经当中的残缺 所以我们大家也应该想到 有些人说 为什么造善业 有如是的力量呢 就是它是一种因果规律 有些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种子是苦的话 那么它的果也是苦的 种子是甜的话 它的果也是甜的 那么罪业的苦种子当中 产生痛苦的苦果 然后善业的甜种子里面 产生快乐的甜果 所以我们有些高僧大德 教言当中也是有的 世间当中所有的快乐 全部是以前造的善业而得到的 就像不说我们现在的快乐 即使在地狱里面有时候出现 一瞬间的这些 比如说热地狱当中 有瞬间的凉风 寒地狱里面一瞬间的这种温暖 那么这些也是 前世我们造的善业的果报 然后我们世间当中所有的痛苦 比方说凡夫人的痛苦 即使获得阿罗汉的时候 有时候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感觉 那么这些全部都是 我们造的恶业的果报 所以大家应该想 今世来世 所有快乐的来源 就是造善业 今世来世所有痛苦的根本因 就是造的恶业 所以有智慧的人 真的有信念的人 怎么敢肆无忌惮地 还去造恶业呢 造恶业 明明是坏了自己的 不顾自己的一切尽来世 但是这样的愚痴 也可以说是长满天下 我们睁开眼睛 看看这个世界 那么有多少人 真的在实际行动当中取舍因果 这一点恐怕我们的生活 应该是大家都会明白的 我们身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到底是什么样 大家也会清求的 所以说以后 我们也不应该随着 这些世间恶人 愚人 应该坚定自己的信念 增上自己的心 在造罪业方面 精进地小心翼业 宁可恶死 宁可我们在即生当中 受到各种各样的错在困难 但是尽量不要造 佛陀在佛经里面所说的恶业 尽心尽力行持善法 所以这一点 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我个人来讲 也是非常惭愧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是懂得这个道理之后 大家也应该值得分享 以后这样的因果规律和因果道理 应该尽量弘扬在众人当中 哪怕是一个人 如果真的取舍因果 那这个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 这以上已经圆满地讲完了 四种周园当中的希求心 下面第二个就是讲自信 宣说生起自信和宣说趋入自信 有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在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归于金刚窗 行善修自信 受当量济力 知存因为福 不亦沾默 唯亦无稍退 那么他这里讲自信 所谓的自信 行持善法方面 自己有一种坚定的坚毅力 勇敢力 或者说自己有 自想自强的一种信念 这所谓的自信 我们在学习佛法 断除烦恼 断除懒惰方面 自己的自信 这个不可缺少的 如果我们缺少了 自己的自我自强 那恐怕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倒下去了 不一定有珍重的机会 所以他这里引用了 《华严经》里面有金刚窗品 实际上《华严经》里面 已经提到了十大金刚菩萨的名称 其中所谓的金刚窗 也是一位菩萨尊者的名称 然后金刚窗的这一品里面 已经宣说了 佛陀也宣说了 说天字日伦生起的时候 他对盲人 对不平的裙扇 不会退转 不会退失信心的 而他是普照 整个所有的大地 同样的道理 菩萨为了利益众生而出世的时候 他不会以众生的 各种过失而退失 让这些众生 都是能获得解脱 获得成熟 是这样的 那么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太阳在普照大地的过程当中 虽然盲人看不见的 盲人眼光看不见的 有些群山当中有个别的地方 眼光不一定能照射得到的 但是太阳不可能说 啊 因为盲人看不见 对盲人有意见 然后有个别的山没办法照射 这些个别的山有意见 所以我干脆 不会来人间吧 再也不来吧 不会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 他自己是很平等地 来到这个世界 眼光普照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菩萨也不可能在 利益众生和 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 有些众生对他进行毁谤 进行造违缘 还有做各种各样的邪行 野蛮的行为 但是菩萨真的 非常强烈的这种菩萨 因为有个别人的行为不良 或者他的行为不如法 而退失信心 然后自己不利益众生 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 所以这种教证 对我们很多发大乘菩提心的人 应该说有一种自强的能力 看到有个别的道友不听话 哦 我马上就放弃了 现在我要去山里面 去闭关 很多上师是这样的 看见有个别的坏弟子 不听话 两三天当中 给他添麻烦的时候 马上要宣布 我明天去闭关去 然后所有的接受了等等 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合理的 因为真正的一些大菩萨 看到野蛮的众生 看到一些蛮可怜的这些众生的时候 他们的行为 越来越不如法的时候 他的发心应该是 值得越来越强烈 所以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一样 一生当中讲经说法 但是在身边出现的一些 坏弟子都是 末法时代的时候 也是难以避免的 相当多的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 退失信心 一直讲经说法 圆满了自己的一生 所以我们在座的 有些辅导员 法师 稍微在这个班里面 出现一个弟子有点不正气的时候 你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把谈谈说了 很简单 如何如何开始吓唬别人 第二天所有的弟子 也是非常伤心 在很多寺院当中 我们经常发现这样 其实这一方面 也是有必要的 让大家有一种警告 吓唬吓唬也是有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 真正的菩萨不能这样的 我们为了利益众生 发心过程当中 如果真的觉得有些菩萨 这样的利益 讲经说法实在是 对众生相续没有利益的时候 你就可以根据其情况 方便决定也可以 除了这个以外 一般来讲 自己的信心一下子就退了 我们现在在一些城市里面 有些辅导员 或者有些族政 看到有个别的佛教徒 进行对他有意见 毁谤 那个时候马上就放下来 啊 众生是多么阎漫啊 我才不度化众生 实在不行 我自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然后关起门 自己念阿弥陀佛 其实这种行为 不接近大乘 真正要趋入大乘佛法的行列 那么我们一定要 看见可怜的众生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精进的窥墙 一定要披上来 不要一刹而退失 意思就是说 今后我们在漫长的 弘法利生的岁月当中 大家肯定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一些挫折 坎坷 很多不平的地方 在那个时候 不应该以小小的事 而退失信息 然后一些的 一些全都放下来 以前我看见 附近的一个道场 当时下面有几个弟子 对上师有意见 毁谤 然后他当下有三百多个眷属 马上就解散了 但一方面可能 也有必要的 一方面如果真正是 要利益众生 不能轻易地做这样的决定 它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行持善法 尤其是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自己 对自己有一种自信 所谓的自信 按照我们密宗里面讲的佛门 所谓的佛门 大家也知道是 我就是文殊菩萨 我就是释迦牟尼佛 自己实际上本性 与佛陀也是无二无别的 这样的这种门 并不是世间的增上门那样 应该说是有这样的意义 那么我们现在 也是应该讲 我为什么不能度化众生啊 我应该可以 大家不要把心太确弱了 我肯定不行的 我辅导肯定不行的 我讲经说法肯定不行 我背书肯定不行的 我什么都不行 那你什么可以呢 啊 我吃饭可以 我聊天可以 我到那里去散乱可以 我看电视可以 那这些都是 我的恶法方面 自己很有信心的 什么都可以的 然后善法方面 什么都不行 就越来越 好像自己慢慢慢慢 缩小的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在《华言经》当中 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下面就是讲 首先我们在行持佛法 或者说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的时候 首先要观察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财力 势力 智慧 精力等等 要相相细细地观察 相相细细地观察 观察自己生死俗虑之后 应该要决定下来 我到底一生当中 最有意义地做什么 要闻思修行呢 或者听一部论典呢 还是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 然后自己觉得 自己能力各方面不具足的话 暂时最好不要做 看看 比如说 我们听一部《入菩萨情论》 这部论典的话 那么我听还是不听 刚开始的时候 反反复复地去观察 如果听的时间也可以 能力也具足 各方面的因缘具足 那我下去行 一定要停下去 遇到再大的困难 中间也不会退转 这样想 如果你觉得 时间和精力各方面肯定不行 那刚开始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听了 因为你中间半途而非 其实对学习佛法来讲 是个不好的一种缘起 应该说 只是停了一点点 然后中间再也全部断了 那这是不好的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相续地观察 如果实在是 因缘各方面不具足 最好开始的时候 不要去做 一旦你坐下去以后 在中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违缘 千万不要退失信心 无论如何 一定要坐下去 我都是这样想的 这次我们《入菩萨行论》 讲的时间 应该说是比较长的 但是心里面都是有发愿 凡是活在人间当中 那肯定要讲下去 讲圆满 无论是遇到再怎么样的困难 我有时候都是想 我会不会死了 死了的话真的讲不成 没办法了 然后活着的时候 会不会有讲不成的情况 会不会入了监狱 入监狱的话 可能不行的 除此之外在活着的时候 也是不可能不讲的 有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当然我也没有犯什么罪 不可能入什么劲 但是人的分别量 经常会自己对自己 有一些这样的观察 可是我们有些个别人 因为不懂这些道理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好语 心 啊 如何如何非常有信心的 要去听 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一般 就半途而非 没有圆满 没有接受 这是不合理的 以后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也应该有一个开拓 最后也应该有个圆满的结尾 如果你中间发什么心 也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在座的各位道友当中 有些真的是为风法利生方面 现在默默无闻地发心 利益所做的事情积极地广大 这种功德的力量 非常强大 但是看有时候心态不定 做这件事情又做那件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 自己也是到一定的时候会困惑 这是不合理的 一定要 凡是你答应了的事情 凡是你决定了的事情 在作为我们人生当中 很难得的 不能随随便便退转 随随便便放弃 这是作人的基本原则 也是生世轮回当中 也是一种缘起 比如说我们一个法 没有听圆满的话 很多法不会听圆满的 很多的因缘 刚开始的时候结上善缘 我觉得一生当中的 很多因缘很顺利的 我个人来讲 尤其是在学习佛法和研究佛法 包括修行方面 这么多年以来 应该说是 自己觉得很荣幸的 很顺利的 不管是哪一个佛法 传讲也好 弘扬也好 或者自己修学也好 没有真实的故意的 或者半途而非的 那么这也是 一个开端的缘起吧 最开始的时候 在我上师如意宝面前的法 很圆满地听完了 从此之后一生当中 也是一直过这么多的上师 听了那么多的法 然后在自己也是 理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也修了一些法 但都非常的圆满 有时候真的 从内心当中也很高兴 不管是什么时候死 也是只有这个力气吧 应该算是可以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 我们在座的很多修行人 应该自己去观察 萨迦帆志弹 也是在个言里面讲过 无论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事先观察分析 这就是智者 事后观察 那就是愚者 所以事先 你应该听一步法 做一件事情 应该反反复复地思考 观察 然后完了以后 不要出而反而的 今天说一个 明天说一个 那这样到一定的时候 他不是人 真的是鬼 我们昨天格言里面 所讲的那样 啊 今天说发心 我发心发心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然后没有两三点的时候 啊 我这件事情是不想做不想做 那这种事情 一方面你自己对生生世世 也是不好的一种缘起 一方面我们基本的 世间做人的标准也不是这样的 做什么事情呢 应该很耐心地做下去 不要每天都是忐忑不安 在这种心态当中的发心 不圆满的 所以他这里 也是做任何善事 大家要坚定不移地去行刺 好 今天讲到这里 《 gotten to love and know the Lis م诚》 或许文名字的 offer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